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尖载的YouTube塞码频道 那我是大家的Daniel 那好了,这次是国际塞鱼 那国际塞鱼呢,我能为大家再提供两场我的研究 那我怎么会研究塞码呢?因为我会尖载实施 那什么是尖载实施呢? 不知道的话呢,可以上一下下面的QR码 或者直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搜我们的尖载实施 那如果大家用手机版的话,考不到的话 直接拉到最下面就能看到我们尖载实施的教学啦 那大家回来尖载实施怎么样才能灵活运用尖载实施呢? 那这就用我们的尖载了 那我们的尖载哪能够找得到呢? 那我们的尖载呢,只要到我们的 那个Google Play下载 App Store,应用商店,Microsoft下载跟阿马逊呢 找尋尖载呢,就能找到我们的尖载了 那好了,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大家就订阅,还有按下我们的LongLong 那随时就能介绍我们的最新消息啦 那现在我们其实还有两个优惠啊 那就是优惠一 原价2688的一年年费 现在只要1688 优费二呢,就是原价3688的一年年费 加一部尺寸的平板电脑 那现在只要1988 大家想要一部尺寸的平板电脑 外面满的可能价格都要接近1000块了 但是这里就要加三板呢 就有一部尺寸的平板电脑哦 而且呢,这个是平板电脑 还有什么功能都有 就是平板电脑有的功能它都有 特别是我们广告出来之后呢 这个优惠特别受欢迎 现在已经语惑不多了 大家如果有需求呢 赶紧的马上联系我们咯 那我们电话是52003317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 website还有电话呢 找到我们咯 那好了,那现在呢 就正如今是了我们的那个 推我们的那个推荐环节 那这次呢,国际赛日呢 我们呢,就不 我就不帮大家推荐那国际赛嘛 因为呢,那看起来都是大热门 那些实力特别高的马呢 就会赢了,所以呢 就没什么 我觉得有个暴能 我觉得也挺难抓的 所以这些马 这些马应比较少 所以我就不推荐 那这次推荐呢 我就推荐了 投两场赛赛 那大家值得注意就是呢 这是由外国骑士来骑 就是好像 苏米伦就是 你还有一天的那种特别的 可以跑一下 那这种呢 大家可以留意 那这场呢 我选的第一场 就是一场三截班的一千两百米哦 那我的首选呢 就是这部二话不说 那二话不说呢 制品牌的上场呢 在跑马跌一千两百米 跑了第三 虽然说 跑赛它的那个风雨鞠 跟美丽越冬再次都没有表现 但它至少证明过一千两百米 它是会跑的 那这匹马呢 大前仗在一千四百米里面呢 跑了第三只输给那个陷入永居 美丽多多 沙田一千四百米 这是非常高顺的呢 然后美丽多多 美丽多多 跟陷入永居的债数都是有表现的 可见呢 这场的水准是非常高 那它已经证明过 欸 一千两百米会跑 沙田能跑 那就说这匹马呢 已经所有都证明过 所以这匹马呢 就是我的投选了 当然说 这匹马我想呢 投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还是还是会有点赔率的 所以这匹马呢 就是我这场投选 那我这场的第二选择呢 我会选择呢 就是这匹二号的月跑灯 那这匹月跑灯呢 这次呢 是由那个苏名人来骑了 那这匹马的上场呢 跑马迪一千两百米呢 它跑到第四呢 我觉得 跑马迪可能现在真的不太适合它 那前仗呢 就是跑也是同程一千两百米 前仗呢 排十道 然后最后跑了一个 只输了三个多马 VIP 1417 我觉得是有党位的问题 那因为你看 在台湾的大前仗 通常 哇 他跑第二名 只输给梦想曾经 梦想曾经 现在已经 同一也会跑 那个赛斯跑一个一般的赛斯路 你看 你在这么强的对手 他只是输了半个马位 那这匹马迪呢 他排的是一道的党位 那这次他排的是五道 那我觉得 在苏名人跑之下 可能也会跑得比较好吧 那他休息一下之后呢 他也去试了一个闸 然后试了一个闸呢 居然呢 也跑了一个第三名 可见这匹马 是有备而来的 这是有送上苏名的好党位 那我觉得这匹马 机位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就是我的第二选了 那这场我们第三选呢 我会选的就是 12号的这匹各区所需 那各区所需 这匹马呢 上场一千四百米 只是排十三道 只出三个多马位 那我觉得这个 完全可以抹去个赛季 你看最后冲上呢 其实跟那些前面的马 是差不多公主 比起来一过终 给他有心头好 这种马 他跟川河明却没有差多远 跑一个再赢 昨天晚上赢马的健康在望呢 可是这水准还是非常的高的 那是休息过后呢 回来跑一千两百米 那是他之前呢 一千两百米呢 只是输给了显身心这种马 你看这水准还是非常的高哦 那这次呢 休息而出 如果输入上田泰按了 我觉得这匹马呢 很有机会呢 再次跑进来 有个六档也很非常好跑 这匹马呢就是我的第三选了 那我的第四选这张马 其实很多马可以选呢 讲到非常精彩 就是同主马 马荒蕾出本来跑呢 会不会跑得好一点呢 包括这张泰保这匹马呢 诶 这实在实在还OK 那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或者是这个雷神奇的月 标志这匹马 会不会再次展现他的功力呢 因为他之前就不大外道赢过 自拍实际上会跑得好呢 但我觉得这些马呢 都是有风险的 而且这也没有太好的培育 那这样 最后呢我会选一匹 有点培育的马 就是这匹的美丽甜心 那美丽甜心上一场呢 他跑得比较接近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片段 那这个片段 他同场呢 他之前就输八个马位 十几个马位 但这时候就跑接近了 这匹呢 一出场红色头罩呢 标准的美丽甜心才一样 然后就是红红色帽子跟袖子 然后黑色衣服 一个白线就是美丽的 美丽甜心 然后他一出场呢 跑出了很快 跟平常心两匹马呢 在前面的一起领放 那里面有青森心 后面又加紧比 然后觉得这个 你看这个前面这批平常心呢 再出呢 又赢了 然后呢 再下一场呢 像昨晚呢 又跑到一个地 可是属于是非常高的 那他这次呢 在外篮呢 一直贴在外篮这边 跑到里面青森心 这种马来守得好的位置 那进入直路之后呢 他也要 其实也是守得好的位置 但是这场很明显呢 外篮嘛 那些是没有那么有优势的 他一直跑到外面的 那个路程其实跑蛮多的 那进入直路之后呢 外面的开心好友 也开始逼他的进入直路 他也保持同树 大家可以看到 但一直转到直 大家可以看到青森心的 他已经把他过掉了 那外面呢 连连旺冲上来 然后呢 他也是 还是保持同树 那我觉得这个表现是非常强的 就是了 过中点 只是给凡戈尔 还跟内南的一批给过掉 那他一直保持同树 我觉得非常是一个 回复表现的一个状态 这是 而沙田 他既然够60分 明明可以降班去比赛 他居然没有降班 保持在这个班次的跑呢 明显的是要 可能是要想着用轻薄的 就拨一拨 能不能拨 拨一下呢 拨进来 但之前都是12个马八 马尾 这次是3个都马尾 所以这匹马呢 就是我这次的第四选了 所以这场呢 我的选择就是12号了 二号不说 二号越跑的 12号的各局所需 跟14号的美丽天心了 那好了呢 我第二场呢 这个第二场的1400米的那个 四班的赛事 这种赛事呢 特别的 有时候会跑一些冷门出来 那这场呢 我的首选就是雪山神区 那雪山神区上场呢 是因为 那个不良运行 就没有来跑 然后前站 判断情况下呢 跟前进 新闻帝国呢 一起过终点 最后跑到地上 我觉得这表现非常不错的 证明他 田场1400米是非常竞争力的 然后我觉得这次呢 又上是 巨峰有个六档 修体段階词呢 我觉得他还是很 跑出上场的成绩呢 已经有百有机会呢 跑进来了 那毕竟这匹马呢 一直在三班 跑接近的三班 大家可以看到 三班呢 一直跑你看 跑第二 你看就是田场 跑马第一个1200米 输给英智星 一进去新鲜色三班 又跑了一个好成绩 那感觉这匹马 随着肯定是有的 那休息过后呢 指望他 在神差的时候 跑得好 训练也不错 我觉得这匹马呢 可是值得 把他放在头选 所以这匹马 就是我第一选择 那我的第二选择 就是欢的小子 那欢的小子 这匹马呢 是我的跟进马 可是这匹跟进马呢 我没有放在头选中 我觉得他可能会太热 那这次又是用上苏明轮 那我觉得他上一场 以前1400米 真神也非常好的表现 那这种苏明轮 然后有八档好跑 我觉得追尸会更加的好 那上场他到底跑多好 大家看一下一起 那这匹马呢 一出展时 这匹呢 蓝色头罩 白色衣服 红色羞职的马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欢的小子 一出展啦 追到后面啦 那前面呢 就啊 那个钻石银铜啊 显荒彩的前面呢 一直抢放 那那个啊 那个 欢的小子 包围的位置 二号码 你看到 全都内南会慢慢给追上来 那里面的八镜啊 那个钻石银铜 都守到好的位置 这讲 小阿特 看蓝色衣服的 那前面这边 神神发发 那这个欢的小子 一直来内南 守到一个不错的位置 慢慢的再推进上去 那前面 那个 金旺才能慢慢的 也在齐了一下 然后呢 他一直没有空间 给他吃上去 特别的是这个 那个 特别至少部署呢 也不利于 特别厚 不自利厚商 然后呢 他主要内南位置 没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那可以看到 进入资路的时候 他没有地方空间 发力 然后进入资战呢 已经给他在外面 开始发力了 进入资路了 也一开始为了全力 忘空 判断也没开始起 他感到也没有空间给他起 直到呢 这里呢 他再找到一个 最后250米 找到位置 给冲上来 判断上开始用力的起了 用力起了 他最后150米的时候 他一开始有力追上来了 他一起跟外面的进入资战 讲一下 一起追上来 最后跑了一个第四名 那如果 他挡位好一点的话 我绝对相信 他能力跑的比进入资战 还要更胖 那进入资战实际 他就制造了这匹马 这四半 绝对是有赢马的实力的 拿进 没有不赢马 给你跑二二三三 这也是这匹马 我觉得 这是换上了苏鸣了 有八档 那追是应该更好追 所以这匹马呢 就是我的第二选择了 那这上我的第三选呢 我会选这匹呢 就一号判断起的正本开心 那正本开心这匹马呢 他上了赛战益 1400米呢 在三班 跑第二名 跑输给 未允养飞 但跑到家运来 家运来是什么马的 朋友们 家运来是一匹呢 进个赛季 跑第二 输给进博 然后再赢过 1600米的马 这个数字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这匹马呢 你看他 跪出实账 跑1400米 输了这不要紧 跪出第一场 然后呢 跑1000米 这种根本不合上路程 那他上场 1800米其实也只输三个多马 我也可见这个 他的那个状态 已经回来了 那这是一降班 有个适当 这把好跑 然后判断 马上判断判断 直接就想出击 所以这匹马呢 这场肯定呢 我想他全力以赴了 肯定是有机会 跑进前三名的 所以这匹马呢 就是我的第三选了 那这场我的第四选呢 其实我觉得 有点难选择 你看真是上山隐满 又以势力客渣 但是我觉得这匹马呢 后追马 还一档 就好像我刚才讲 宽了一小时就有风险 但进入指数的时候呢 未必马上的发挥 外大马可能机会比较大一点 那还有PT狂龙 那PT狂龙 连于是去赢了两场马 1200米 1400米都赢了 我觉得升班和未必呢 就有这么好的实力 那均衣下呢 他均衣上这匹马呢 他也跑了一个 不错的那个成绩最近 那但是呢 他1400米呢 是不是呢 有够对手 跑的也是个疑问 这匹马呢 上场也跑了一个 比较接近的名次哦 那所以最后呢 我选了这匹呢 就是我选呢 我会选这匹 12号的同意震撼 但会震撼上场 同班同成呢 只输给了超好日子 跟南章之歌 虽然呢 完全没有挑战性 一笔输给 但是呢 但是呢 超有什么 就是有明星味道的这匹马 再次也跑了一个好成绩 那这次呢 他跑了三档 那形式呢 跟之前呢 上场跑第三的时候呢 形式差不多 那如果前面那些对手呢 稍微有一些闪失 他觉得有机会补上 未必可能跑第二 也说不定 那这还是呢 泥杂 就很明显的是 充分的准备过来跑 那形式跟他差不多 那前面对手 就是只要有偏差 他觉得跑进了 所以这匹马 我觉得是最有信心的 跑进一个前四名的一匹马 所以这匹马就是我第四选了 那好了 那支撑我选择是雪山神区 换了小指 这么开心 更红一震撼 不过呢 现在呢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个赛斯呢 那个 就是早期的一个分析给大家 未必呢 是大家可以要看一下 因为呢 现在没有赔率 那我们坚持的赔率呢 是那个比电视里 那个赔率还要快的哦 那没有赔率 也没有 也最后可能会退出 也可能更换 其实是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到临场的时候再开赔率呢 因为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赔率 最快赔率 还是什么不忙呢 大手吓不住 那我们呢 就再选择怎么去 选开码都可以哦 那好了 那最后呢 还有关于我们这个平板的平板电脑 到底有多好用的一个广告片段 大家知道我们广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平板电脑已经余惑不多 大家有兴趣的话 马上呢 联系我们电话号码是5203217 那最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平板电脑 到底有多么好的功能 好消息 尖载赛马ad 连10寸高清平板全年持续港币1988 随机还赠送荧幕保护贴和保护壳 也太便宜了吧 尖载赛马ad 有分析 赛季 即时赔率等资料 报纸有的 我们有 报纸没有的 我们也有 比如说 尖料密集 砸钱大户 内幕飞 人工智能 走位图 以及几场 当旺 旗链表等等 相比马报 肯定是更多更全面 再加上我们的专业马评团队 尖载无谷 对每场赛事的精辟分析 那还不赚翻了 用尖载 就连你在内地任何地方 也能随时用到 所有资料立即更新 那就用不着那么辛苦的去买报纸了 除了赛马 这个高清平板还有超多用途呢 看电影游行 看球赛演行 打游戏看剧通通都行 整个套餐这么多东西 才港币1988 平均每个赛日只约20块 你想想哦 其实你不需要额外付出更多支出 你只是用平常买马报的钱 就能多拿一部平板电脑 还能享受那么多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平板电脑就是我们从年费里 这套腰包贴你的呀 其实我们每买一部都亏一部呢 外面大部分的平板电脑 售价都超过了1000 我们扣除兼载年费 正值价才300 你在电脑广场淘宝都买不到 这个优惠平常肯定是没有的 现在限量首100名用户才能享受得到 那么划算 你还不快点预约我们登记 数量所剩不多 再想就真的没有了 快点WhatsApp或者微信我们 电话85252003317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